在日本的文化中 拍手是一个神圣的动作 有极强的象征 在神社里参拜的人们 都会拍手两次 以得到神明的祝福 同时也会自己带来好运 相反的 如果是用手背对着手背拍手 则是阴间的拍手方式 甚至为逆拍手 相传 用这样的方式拍手 会招来不好的事情 也是对一个人的诅咒 大家好 我是七二 欢迎收看本集的《独时传说》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介绍 逆拍手 曾有多年轻的情侣 一起开车到山上郊游 原本应该是一趟开心的旅程 然而 两人却在路途上 为了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发生了争执 也许是一路上的周车劳顿 将在车上狭小的空间 让每分每秒显得更漫长 是两人的心情 也愈加烦躁 耐不住脾气的两人 越吵越凶 目不可恶的女友 便嚷嚷地说要下车 男友也真的将车子停了下来 有下女友独自一人 在这前不早存 后不早电的山路上 自己则立刻掉头就走 看着后照镜 女友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视线内 男友一路开下山 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 并再次开上山找女友 男友开回了刚刚和女友分开的地点 看到女友依旧站在原地 便松了一口气 他下次安抚女友 一边将他拉回车上 那女友却一直低着头 不发任何意味 因为这段意外的插曲 耽误了一些时间 男友便提议 不如就先下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下次再来 女友依然一句话也不说 男友以为他还在生闷气 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车内的空气 像是冻结了一般 在下山的路上 男友看见前方不远处 有个人站在那里 不停地对着车子挥手 仔细一看 那人竟是用手背挥手 男友害怕地加速实力 女友这时还终于开口 他一个人站在那很危险 为何不让他上车呢 男友则回答 你没看到他是用手背挥手吗 只有死人 才会做和这个世界相反的动作 女友听完后 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不停地拍手并夸赞男友 你好聪明哦 男友转头一看 女友竟是用手背在拍手 令他瞬间被挤发凉 究竟 眼前的女友到底是谁 这则恐怖的故事 大约是在2016年左右 开始在学生们之间大为流传 有人认为 后来上车的 其实是化为女友外貌的幽灵 也有人认为 女友在被男友丢包在山上的时候 遇到了山中徘徊的幽灵 而被俯身 才会做出如此诡异的动作 而关于逆拍手传说的真正由来 一步可考 但当年 日本少女团体 乡村少女主在演出时 也发生了令人感到十分诡异的事件 1999年 三位来自不同城市的少女 小林子 忽田林音 和柳元勋妹 通过日本娱乐公司 阿富富汗集团举办了争选会 正式成军 组成了乡村少女组 在三人准备上知名音乐节目 Music Station的前夕 其中一名成员 柳元勋妹 却不幸在一场交通事故中 意外离世 当时只有19岁 最后 剩下小林子和忽田林音两人 上节目宣传新歌 两人在舞台上表演 却在表演结束时 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现 舞台下的观众席 有一位女观众 用手背拍手 这诡异的举止 吓坏了不少人 有许多人认为 这也许就是死去的成员 柳元勋妹的声音 而日本知名创作歌手 大总爱 在2005年的一场现场表演时 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当时 大总爱正在舞台上 支弹支撑他的著名歌曲 《心向仪》 这首歌 是他写给成论结婚嫁的前男友 但后来 男友却因为一场车祸 不幸生故 当大总爱唱到的歌词 好想去到你的身边 摄影机拍到台下 有位脸色昌白的男子 用手背 以异常的速度拍手 但在歌曲演唱完之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那名男子 这会是某位观众的恶作剧 还是前男友的亡魂 真的来到了现场 没有人知道 逆拍手这个动作 在日本是一种禁忌 被认为是死人才会做的动作 而在日本人眼里 掌心象征着光明 因此在参拜神明时 都会将双手合十 对神明表示敬意 相反的 手背 则代表着阴暗 因此 对他人们逆拍手 也有诅咒的意思 也有可能招来附近的亡灵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想看更多都市传说系列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想要听的 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关注我 我是齐尔 我们下次见